斯刚这样的一个发展 你认识黄文才 对 我以前在办公室做助理的时候 他就在 他就在 那他做什么 他基本上算是 韩先生很重要的左右手 左右手 很多的立法院的事情 他帮忙来去做一些 一些选民服务 然后各种协调会 他现在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所以其实跟他的时间点是蛮久的 然后包括在北农时期 他一直跟他在北农工作 很像类似纪要秘书 那是最贴身的幕僚 很贴身 所以对于韩国瑜的政治的这条路 他等于算是一路陪伴的 你看他过去十几年 算是很低潮 这个外面根本忘记这个人 根本忘记这个人 要不是那时候 17年北农的事件来的话 大家还不知道他在北农呢 真的还不知道他在北农工作 然后之后辞去这个工作 去选党主席 那个时候大家才慢慢唤醒 大家对他的记忆 所以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那个时候韩冰就帮着他选党主席 那时候韩冰就出选 只是大家没有外面那么注意 那时候他们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只有三个人 一个韩冰 韩国瑜 一个黄文才 就三个人 三个人这样全国都这样跑透透透 去拜访党员 那是这么紧密的幕僚 那你有遇到王小姐吗 从没有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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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FB那个照片吗 就是我们现在开框这个画面 有我看到的照片 从来没有 没有碰过 都没有看过 你担任他的立委助理是在19 19 他的第二任的立委的时候 大概民国84年 85年 那时候我们在念硕士班的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一样 就是他真人 我们就自己去应征 跟他也不认识 也不认识 韩国瑜那时候在立法院 像我们写的执询稿 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改 一个字的改 我们的执询稿 然后帮他要讲什么 然后讲这个题目怎么去收集 他在事前会跟我们做一些沟通 所以以当时在执询稿 这一块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韩国瑜是盯得很紧的 你没有看过这个王小姐 你可以再看一下 完全没有 因为据说他在北农 至少有三个亲戚任职 是个事实 就王小姐三个亲戚 我问了北农 我来之前问了北农 北农给我有很明确的答复 就是他你外面所影射的 这位先生 外面所影射的这位先生 他是当时用考试进去的 然后他是一个办事员 如果大家对公务体系稍有理解 所以不是王小姐的侄子 因为有时候是弟弟又是侄子 然后又说是三个 至少三个亲人在北农任职 大家都有上过班 大家亲属或联络人 只会填你的直系血亲 或者你的配偶不会去填什么 叔叔伯伯阿姨姑姑 所以这也不是北农要去了解的事情 一般上我这个议员的姑姑是谁 伯伯是谁 阿伯是谁 跟一般的公共事无关 据北农说他是在资讯室任职 表现都不错 办事员在一般公务机关里面 大概就五职等左右 所以并不是外面讲什么百万年薪的高官 算是一个比较基层的职员 而且在跟同事的相处里面 口碑都很不错 像这很多的这个联络人就说 他还帮了很多忙 那他现在已经掉职了 你现在被指涉这个人 回到你的老板身上 前老板 好 前老板身上 第一个 年轻时候的 这么人格上严重的指控 其实是一个摧毁性的 为什么他会选择都不讲话 那包括被指控的 你其实如果你们曾经排咖 很熟嘛 不只去一次嘛 你可以叫那个王小姐站出来 一刀斃命 吴子佳就挂了 王小姐就想我们真的是打麻将啊 那为什么王小姐也没现身 这里头牵涉到李嘉芬 也最有资格去控告喔 韩国瑜 王小姐跟李嘉芬 都选择一个完全不实质否认 你不觉得不正常吗 这是你老板的风格吗 我不觉得这 第一个啦 他这个时间点 以一般的 如果假设我被控告的话 我大概要先搜集一下资料 大概是比如说吴子佳 这个这样子的讯息 可能来自于谁 大概会很清楚 我以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当事人就清楚说 他可能来自于谁 然后他的真实性 还有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再来我需要点时间 跟律师讨论嘛 我要提告嘛 所以这个本身的法律的 诉讼准备的时间 收集资料时间 我觉得差不多要跟一天半载吧 那个上个礼拜 我还记得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还说礼拜三某周刊 照片都要出来了 记不记得 礼拜二的时候 大家都得到这样类似的讯息 然后私生女的部分 听说吴子佳还没有讲 在各大网站 已经有人在预告 还说把类似的小孩照片 还在做比较 说额头怎样怎样 所以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 我一定会先做一些收集 资料收集 然后给律师 所以我觉得实验人来说 我并不算什么 太多的delay 对拖延 第二个 你要为其他无辜的当事人想想 如果我是无辜的当事人 我干嘛站出来 你能指捨我 你没有拿证据说我怎样怎样 那我出来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样面对媒体这样子 每天这样扫射 然后家里面没有办法生活 每天下面可能围了一堆SNG 他要怎么生活 没有就是赶快告到底啊 第一个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第三个法律心都要赶快记住 吴子佳影射的是韩国瑜嘛 他说的是韩国瑜 并不是影射 他直接说韩国瑜 有这个什么 这个私生女婚案期小灾 OK 好 那韩国瑜当然是主要的告诉人啊 他不是去 他不是说王XX这个人 是怎样如何如何 那当然是韩国瑜去提告啊 一个无辜的第三人 他干嘛去搅这个局 那这个局大家知道 你越出来 媒体这么嗜血 会放过他吗 那这个重量级的商人 又熟悉整个教育事业 也往来中国之间 这位李董 他为什么疑似提供 一个假消息 我觉得 部分针 现在看起来部分针 跟部分假消息 给吴子佳 为什么 我对那个李董 大概我不熟了 如果是他的话 如果是他的话 为什么 他又是往反中国之间